献上生命 给你最爱的耶稣 完全顺服 完全相复 因你恩典 是我的一世风铭 你的身上 没有怀疑 献上生命 给你最爱的耶稣 完全顺服 完全相复 因你恩典 是我的一世风铭 你的选择 没有怀疑 我的生命 献给你 我的生命 献给你 陪去世家 跟随你 哦 愿你的荣耀 掌现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生命 哦 耶稣 我爱你 你如何为我生命 耶稣 我爱你 我的生命 献给你 祝去世家 跟随你 祝去世家 跟随你 愿你的荣耀 掌现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生命 耶稣 我爱你 喜来愿你的荣耀 掌现在我生命 对着死人 我爱你 我爱你 祝你 噢 圣耀 掌现在我生命 我可以依奉你 你的宣传没有外意 我用生命献给你 陪去世家跟随你 愿你的荣耀 藏现在我身体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生命 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是你 让我们继续拍手 对着说 祝我把生命献给你 愿你的荣耀 祝我与你的荣耀 掌声在我生命里面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生命 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耶稣 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耶稣 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祝我今天晚上我们再次把我们的生命 再次献上给你 再次对自己说 我要放下我自己 我要更多顺服你 哪怕我的选择 好像不是很体贴我的心意 但是我所求的就是 祝你的旨意 成就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一样 天父我感谢你 今天你的孩子 就在这里 一起敬拜 一起赞美 但更重要 你要的不是嘴唇的祭 你是用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你 是这样的人 你在寻找 所以今天晚上的时间 我祷告 愿主我们呈现在你面前 每一个人 是以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 心灵诚实的来顺服 心灵和诚实的把自己奉献给你 我们赞美感谢你 祝福今晚上你的话语 也祝福今晚上 我们在你宝座前 一切的敬拜和赞美 奉耶稣的名字 我们同行可以祷告 Amen 跟旁边的人说 你是用心灵和诚实 敬拜主的人 好不好 跟旁边的人说 你是用心灵和诚实 敬拜主的人 Amen 我们喜欢真诚的人 我们的上帝也不例外 祂照我们 就是有这样的喜好 因为祂也喜欢真诚的人 Amen 跟你旁边的人说 你是真诚的人 Amen 在我们生命里面 今天晚上呢 我祷告主 今天晚上的信许 不是一个又是一篇的讲道 这是我的祷告 我祷告今天晚上的信许 不是又是一篇的讲道 我祷告今天晚上的信许 是从我心里面能够发出 而你能够和我一起来回应的一个信许 我们今天晚上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 叫做继承 一起说继承 神国产业 如果你爸爸很有钱的话 继承这个字对你就很重要 如果你是真的是非常 上一代非常有钱的继承 就会决定你一生人会走哪条路 跟你旁边的人说 你天上的爸爸非常非常有钱 好像你们不相信他有钱 还是他你觉得很吝啬 我们跟我们大神说 我天上的父 是非常富有 他要把天上 一切的丰盛 赐给你和我 Amen Hallelujah 所以今天晚上的信许 是说到我们要继承神国的产业 在这地上 但是在没有看这个之前 我想和大家来 大概先走访一下 我们上周的信息 让我试一下 好朋友可以动吗 好 好 试一下 可以动吗 可以动吗 不会 好 今天晚上就要靠你们了 试试下 或者是那个东西的插队吗 好 打回去前面 打回去前面一面 试下 哦 感谢神回来了 这对我很重要 好 复试上周的信许 上周如果你有来的话 我谈到在新的季节中 就位 重新就位 那我跟大家说到呢 当季节一换的时候 连我们衣服也换 连我们的动作也换 在日本的轮胎 季节一换 连轮胎都要换 所以一个轮胎用不到半年就要换 对我们来说是个何等大的折磨 但是对他来说 他必须要这样子 不然的话 他一定会在路上抛锚 路上打滑 他一定会掉出去 在条马路上 是生命的问题 生命生存的问题 所以上个礼拜我也和大家说到 你要认识关于到你本身 本有的身份 和我一起说 一起读这几个字一二来 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什么 聚会 或者是天国议会 第二是什么 基督的身体 第三 神的创作和杰作 第四 是家人 第五 是圣殿 第六 是心腹 第六 是军队 我们没有办法忽略一个 看中另外一个 我们需要每个方面 因为季节已经到了 神要一个成熟的教会 神要一个认识 祂自己的教会存在 然后上个礼拜我也说到 我们要重新的现身 和重新的尾身 现身容易就是说 主我给你 尾身就是一直要做下去的一件事情 生孩子容易 但是孩子生出来的时候 就叫做尾身 当你尾身 你就要一直看他 你要看他 你要照顾他 你要照顾他 到他长大为死 这一个我们生命中 如何能够持续火热 不是聚会好不好 是你 是不是重复 把生命献上给神 这才是个关键的事情 今天很多教会 很多基督徒 他没有办法持守到的火热 原因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 他没有办法重新 把自己献上给神 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然后呢 我还有说到的 是时候我们要起来征战 性起来征战 我们要行动 每一次你想要爱主 你的征战那一分钟就开始了 如果你明白 每一次我要做对来 每一次我爱主 每一次我拒绝罪恶的时候 那一分钟 属灵征战开始的话 而你没有起来 看待这是一场属灵征战的话 你就会马上打败战 然后你的心里说 而上帝没有给我力量 不 是因为你对你的态度 你的回应错了 You need to act in warfare 你必须要真的在一个征战 一个的角色 一个的心情来走基督徒的道路 一个没有征战的基督徒 你没有可能是得胜的基督徒 我们是我们的宝燕姐妹 刚才我们临时的宝燕姐妹们上来 当他上来的时候 我们心里都知道了 当他上来开始要领个的时候 一下子不是喉咙通 一下子不是心里 shock一下 你知道 这些是征战 你要弹钢琴 很多人以为 哇 弹钢琴很好 弹吉他也好 领个很容易 你来试一试 你试一试 你又知道 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每一次我们要起来 都是属灵征战 但是主耶稣不是爱我吗 主耶稣不是祝福我 奇妙的生命吗 美好的生命 现在这种姊妹们 耶稣要给你那条生命的时候 他需要挂在石架上 而你要领受那生命的时候 你也要挂在石架上 只是说你不是用肉体挂 你是用你的信心和顺服来挂 刚才那首歌 我们唱得挺好听 但是活出来就要属灵征战 要把生命献给神 是一场属灵征战 所以今天晚上呢 我要来继续讲 上礼拜我停止的第一个地方 我放了一个副笔 就是不要只停留在得救 Don't stop as being safe 不要只停留在得救 你要进入得胜 而且得地为业 你在生命里面 不是要得胜 罪恶罢了 成为好好先生 有点浪费 因为如果你能够胜过罪恶 成为好好先生 好好小姐的话 你可以成为一个道德的人 但是上帝给你的祝福 上帝给你的产业 不单单是在地上 成为有道德的人 上帝给你的产业 是得地为业 让你精力丰盛 让神的国降临在你生命中 Amen 我如果只希望成为一个基督徒 成为一个好好先生的话 那我一定一生人 不会做牧师的 因为呢 当我做牧师的时候 我不单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别人觉得我有好榜样 我还要成为一个得胜的人 不是我的胜罢了 我还要在别人的事情上 祷告 而且得胜 把人抢回来 放在神的国 人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得胜 我们要把他抢回来 从仇敌手中 把他抢回来的时候 才叫得地为业 你可以成为一个 很好的父亲 很好的母亲 很好的丈夫 很好的太太 但是一旦你的另外一半 你的孩子出事情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单单靠 我是个道德的父亲 道德的母亲 道德的丈夫 道德的妻子 来解决问题 你需要征战得胜 阿们 才能够把我们的孩子 还要把我们的配偶 把他抢回来 从仇敌手中 所以今天的救护 越来越少谈到 属灵征战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 要进入这一个 得胜和得地为业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愿意付代价的心 今天晚上和大家谈的主题 叫做 继承神国的产业 可谈其读师 这个六个字 要来 继承神国的产业 inherit the inheritance of the kingdom of God God has inheritance for you but you have to inherit it 神有给你很多产业 但是你必须要继承它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但是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不得不读一段的经文 这个经文可以是 今天晚上的一个中心的思想 是什么呢 这个经文其实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属灵状况是什么 这里说到保罗说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 虽然是全业的主人 对吗 你爸爸留了产业给你 这个产业是你的 你是那产业的主人 虽然是全业的主 但为孩童的时候 却以奴仆毫不分别 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只等那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I mean that the heir as long he is a child is no different from a slave though he is the owner of everything but he is under guardians and managers until the date set by his father 圣经里面说到 这句话的明白方式就是 你的爸爸给了你很多的产业 你是个产业的主人 但是爸爸说到你三十岁的那一天 你才够拿 你说三十岁不是二十一岁 不爸爸的移住写三十岁 真正成人的时候 你才可以拿 在你还没有到那一天的时候 你只能够领什么 领零用钱罢了 你的零用钱还是你的 这一个家里的 你爸爸定的那个管家来决定的 而且如果你没有真正的照顾你自己的话 你还是越来越 以为有一天我将要成为富家子 然后你过着烂醉的生活 你染了毒瘾 结果被法庭宣判 你有精神痴呆症 我告诉你 你一生也领受不了 你一生人都必须要在什么 必须要在管家的手下过你一生的生活 因为你没有那个资格 今天的基督徒 有天上的父 而且有天上上帝的一些产业 他要给你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我还是孩童 我只是个奴仆 说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他们会说 谁是管家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天上这个神的国里面 有没有管家 有没有管家 有吗 还是每个都是儿子 这里当中没有一个管家 到底是有管家 还是没有管家 有没有 多少人讲有的举手 开始怕了 有两个工厂做工的 知道有管家 你知道管家 你做工你知道什么管家 其他人 多少人认为全部都是儿子的 举举手 摇起你的手 举起你的手 有些人说全部是儿子 那不举手 两个都不举手的算什么 一半管家 一半儿子 看你的那些 是不是 像你的运气不好 你做管家 运气好的话 就是做儿子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圣经里面说这句话 因为今天我要讲一个 我觉得 神几个礼拜 问我的一些话 圣经里面说 保罗同一个人 同个作者说 人一当 以我们为基督的知识 为神奥密士的管家 所求一管家的 就是他要忠心 所以请问 保罗是儿子还是管家 保罗是儿子还是管家 管家 那保罗不是儿子 又是儿子 亲爱的那种 姊妹们 这个答案 你一定要很明白 这个答案就是 我们既是管家 我们也是儿子 但是问题是 当来到儿子的时候 如果你不是儿子 就肯定不是管家 也你就掉进 之前的那一个 category 那个范围里面 你就是孩童 在这个时间里面 两三个礼拜前 神问某一个问题 你的生日要到了 跟大家公布一下 今天是我的生日 OK好 那我不是要你们拍一张 只是要让你知道 今天是我生日 那我让你知道 我今年几岁 我 Joseph的妈妈 Sarah 跟我说 你今天已经来到 你六舍的最高峰 不对 你四舍的最高峰 对不起 你四舍的最高峰 就是四舍九 再也没有再高的 过后就是继五舍了 我几个星期前 我知道我生日落在 周六祖日崇拜里面 我就问主 主那天我应该讲 还是我要请别人讲 还是这样子 主问我一个问题 你有什么东西要讲 你有什么东西要跟我讲 师父神问我的问题 我很清楚的问我 你有什么遗憾 你走到 当然我跟你说 每个神志我们说 感谢神让我活到 四舍九岁 不是九十四 四舍九岁 一来到数字我就乱了 我其他的圣经OK的 就是数字不好 一来到四舍九的时候 我当然要说 感谢神我能活到四舍九岁 但是问题是 我有什么遗憾 我只有一个遗憾 不是遗憾啊 遗憾啊 我一个遗憾 我在回头看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生命 有这个的写照 我只成为仆人 我成为工人 我在神的国里面也是战士 我在神国里面是教师 我在神的国里面也是管家 只有一个很大的遗憾 我一生人转回头四十九年过后 我发现我没有学会 怎么成为一个属灵的父亲 当我游走江湖 在外面这样子服侍 很多地方的时候 很多人都很想 要来到我的门下 希望能够跟我写 有些人想跟我写 先知启示 有些人想跟我写 使徒信 有些人想跟我写 这个写那个 就是很多人有问我 可以不可以 他们说 可以拜你为师 或者是 希望你能够 做我属灵的父亲 但是我心里非常 很确定一件事情就是 我这个功课 是走到今天 我没有写好的功课 我一生人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遗憾 到我心在为止 在我身边里面 有很多同工 但没有几个属灵的儿子 没有认识几个属灵的女儿 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和大家来 大列的来分分下 四十九年是怎么过 今天不是介绍 陈康是谁 但是至少 让大家知道 这四十九年也不好过 到十岁为止 我还没有认识主 十岁开始认识主 当我十岁到二十二岁的时候 不要说去教会 十三岁算起来 我认识主 因为我信主之后 我即使还没有去教会 我每一天读圣经 每一天都很认真的过去 入图生活 但是到我二十二岁 是一个成长装备的时期 从十岁到二十二岁 每一天读圣经 每一天亲近神 每一天来建立我的神秘 这二十二岁的时候 神给我机会来服侍他 到我二十二岁到二十三十二岁的时候 十年的时间 我是在中文堂全职 然后从我三十二岁的话 到我如今四十九岁的话 十七年我在双一堂守望教会里面服侍 这二十七年的全时间的时间 我把它切下来的话 我会看到这样的图片 十年 1996年 我就开始在中文堂全职 2006年 我就开始开拓了这个中英双语堂 2009年 神呼召我 或者迫使我 开始做全本地的宣教 我就去了Majabaru 我去了Alogajah 我就开始做宣教的工作 以此同时 神把我带去另外一个地方 跟我说要推动国家的祷告 2012年的时候 开始踏进印度去宣教 不算那些陪别人去宣教的 然后2013年 我就开始踏进中国宣教 我是以这种一个人 单枪匹马出去的来计算 陪人家出去的我不计算 2020年的时候 中英双语堂改名为 成本守望教会 2010年的时候 突然间 完全没有意境之下 开始RTOD 24期的祷告 在这些日子里面 为什么 我说 我有一个很大的遗憾 你看看下 这不是很多东西做吗 不是这些27年里面 你不是做很多东西吗 但是 我最大的遗憾 是在同一个经文 圣经里面说 但那为孩子的时候 却以奴仆毫不分别 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在我的这个福祉里面 当我回头看的时候 我开始问我自己 我成为一个管家 我成为一个师父 请问在我手下的孩子 多少人已经长大了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我可以继续的宣教 我可以继续的服侍 我可以继续的讲道 我可以继续的征战 我可以继续的赶鬼 可以继续的开拓 更多的时空 但是问题在我手下 在我服侍里面 到底有多少人 已经离开师父 已经离开管家的手下 已经不再是孩童呢 已经不再活在奴仆呢 多少人还可 多少人是不需要靠我 就可以自协的 来在神的国里面 得地为业呢 这才是我心里面 在这个当神问我的时候 神就给我一句话 祂说 孩子 是时候你想神一点 think deep 你49年已经过去了 你侍奉我27年已经过 要结束了 现在进入28年 但是有多少是 你把他养成 从孩童 进入到成年了呢 这是我成为管家 成为孩子 成为师父 要对这个教会 对这个时代 包括在线上聚会 以后听在YouTube上面 听我视频的 这些人要说的话 什么时候 是我们 在新的季节里面 离开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成长超越一个海童 好让我们能够继承 我们的产业 我紧张的不是 没有人跟在我身边 我紧张的不是 教会没有人 我紧张的是 教会有没有多少人 去继承神 给他的产业呢 你知道吗 我们需要跳脱 在这个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但是我要告诉 弟兄姊妹们 一个好消息 因为 十字圣经里面说到 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until the dead set by his father 将有一个成熟的日子 将要来到 但是这个成熟 绝对不是automatic 绝对不是自动化 是需要我们离开 需要我们成长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 跟你旁边说 我要成长 我要成人 不再做海童 跟旁边说 严定是因为 你必须要继承产业 这是时候 要继承产业的时候 不能再靠牧师 不能够在牧师的手下 我们有一个 很好的这一个的steward 他在管理 他在做 他尽他所做 但是一个最重要的 这个steward的工作 这个管家的工作 完成的那一天 是什么时候 就是当他能够把 title deed 把能够这个企业 这个地区的产业 分给他小主人的时候 他的大主 他的老爷 他的这个主人 才会跟他说 我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因为你让我的孩子 继承我的产业 你不愧是我选的 不愧是我把我的家业交给你 我离开这个家 或者我交给你遗产 这个老人家已经死了 他在死之前 他必须要选一个 最好的一个的 这个的steward 一个的最好的管家 来让他的孩子 他年少的孩子 去继承这一切 神把他的家业给了我们 他让成熟成长的人 去继承 他让成熟和成长的 去经过风霜雨淋 他让成长和成熟的 去担起这个责任 但是他担起这个责任的目的 不是只是要担起责任 担起的目的是要让 所有的孩童 能够成为什么东西 成为继承产业的成熟人 Amen 这是何等需要的 所以 耶稣基督当他讲到 只等到父亲 议定的时候来到的时候呢 你知道吗 这句话 对耶稣基督来说 是什么东西呢 是当耶稣来到世上 父亲 天父定了的时间 耶稣来到世上 向人显明 父是谁 最后耶稣基督 死在十架上 他为我们舍命 他把我们带到父的那里去 接下来 我们的责任 就要来到父的面前 接下来 我从第四节 第四章的 加拉大第四章 我要往下跳 看多两节经文 很快的 第六节 你们既为儿子 注意看那圣经啊 神就拆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你要继承产业的第一个 神必须要确保 有一样事情 在你里面发生 叫做你要认识神 当你是一个 依教 比如说你是 华人信仰里面 进到基督教里面 你是以 黄人信仰的一个 框框来看信仰 基督教信仰 怎么样拜神 以前这样子拜神 来到教会里面 你再注意看到底 怎样拜神 以前过 过华人的日子 现在来到基督教里面 你再注意到 基督教的日子是什么 你会开始 把所有东西 相比 你知道吗 你就把所有东西 拼在你的思维里面 想知道到底 这位基督教的神 是个怎样的神 但是在 得救的一个 关键的地方 所以当那时候 我们有一个 新生命小组的时候 我们跟这些 才认识主的 弟兄姊妹们 在一起的时候 我第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除了这个东西 我觉得没有东西 更加重要 就是介绍他们 上帝是谁 神是谁 三位一体的上帝是谁 除了这个以外 神必须要让他的灵 进到我们里面 好叫在我们里面 能呼召阿爸父 请问当你说 我是信耶稣的 我信耶稣了过后 请问天上的父 这位神 对你来说 是阿爸父吗 可能牧师告诉你 他是你的天父 他是你的天父 但你对他并没有天父的感觉 你对他没有天父的情怀 你甚至不敢叫他 拔一生 觉得很奇怪 这个人怎么会是 我的爸爸呢 你把他隔离到 好像他只是老爷子 大财主 需要东西跟他要点 但圣灵说 要进入成为儿子的地区 你一定要认师父 和我一起说认师父 每一个人 每个基督徒 我们生命中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认师父 认师父过后 接下来是什么东西呢 可见以后 你们不再是奴仆 乃是儿子了 即使儿子就靠神成为后世 的意思就是什么 Be and Ag 就是成为一个继承人 神的灵住在你里面 让你能够认师父 请不要忘记 神的灵进到你里面 不单单让你能够认师父 神的灵住在你里面 是他在你里面 动工带领你 被圣灵所感动的 就是神儿子 如果你继续看的话 所以不单单只是说 能够叫阿爸一生就可以了 就可以拿钱了 就可以拿产业了 不是 能够叫阿爸天父之后呢 为什么 你就开始被他所引导认识他 知道他的心意在想些什么东西 圣经第一个产业在哪里 你们有没有想过 圣经第一在哪里 第一个产业在哪里 当我们讲第一 你现在很明白了 圣经第一卷书里面就找得到 圣经的第一个人在哪里 住在哪里 一店员 圣经的第一个人叫什么名字 叫亚当 他太太叫夏娃 但是神怎么跟他们说呢 圣经说 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一店员 使他修理 看守 你看到这个经文里面 其实里面是第一次 神把一个土地交给一个儿子 叫他去继承这土地 这一个经文里面给我们很重要的三个重点 成为后世 你要怎样成为后世 你能够认识阿爸天父了 过后你要怎样成为后世 你有想过吗 然后这一个就会成为 你今天要怎样成为继承产业的人 这一节已经把整个跟他说出来了 第一个 当你要成为后世 第一个 就是未知 你要知道神给了你什么 神给了你什么 当你有个孩子的时候 神给了你孩子 请问你了解不了解 这孩子是上帝给你的产业 当教会 当神给了你一个福事 这福事也成了你的一个产业 当神给你一份工作 那个工作环境是你的产业 当神把你放在马六甲 马六甲就是你的产业 当神让你生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就是你的产业 当神让你生在90年代 80年代 70年代 我不知道你是生在哪一个年代 但是那个年代就是你的产业 关键就是position 神把你安置 把你的位置定下来 你第一个产业 你要知道神把你放在哪里 神不但把你放在教会 神把你放在职场 神不但把你放在这个教会 神也把你放在你的大压店里面 你的工厂里面 你的office里面 那就是神把你放的位置 你要得地也会得地为业的话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你一定要认识神把你position 神把你放在还没有信主的人中间 你整个家族只有你一个人信主 有没有开始很痛苦 有痛苦吗 你刚刚你是第一个人信主 你会痛苦吗 痛苦 但是不要忘记 神把你放在那一边 这是你的位置 那个是你的产业 第二 工作 圣经有没有说 使它是就里 to work in it 英文是说 to work in it of course 他的东西是 他用的context是garden garden definitely work in garden 是gardening 神要你去修理 神要你去整理 神要你put in order 神要你把order 持续放进你的环境里面 神不单单把你放在位置 神透过你把持续带进那个家 现在这种姊妹们 原来你要怎样得地为业 不是主耶稣给我地 每天敬拜赞美的 敬拜赞美的时候 手打开开 主啊 如果不够大 我再拿多一个盘来 不是透过这样子来得 他得地的是 知道你在哪里 神把你放在哪里 而且知道 你的什么 你的工作是什么 修理 然后你的责任是什么 英文这个字很特别 keep it 或者是watch it 看守 神要我们看守 看守就葡萄园 对不起 看守就伊甸园 神要我们看守 你有个责任 这个东西是你看守的 工作可以放工 但是看守是24期 你明白吗 你可以在个家里面工作 但是这个家发生什么事情 你就是离开了 都是你的责任 因为你有看守这个工作的 所以亲爱的姊妹们 我可以做 我可以停下手不做 但是责任离不开我 神把你的家庭 把你的台子 把你的妻子 你的丈夫 你的工作 你的社区 把交给你 你的工作是看守他 你的责任是看守他 你的责任 你的工作是 把他有秩序的修理干净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你知道吗 其实伊甸园有个很重要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呢 伊甸园有河 而且仔细来说 这条河 分出去 有四条 我没有办法 给你这个地图 因为 这地图画不出来 有几个眼影 因为 这条河的位置 在挪亚时代过后 整个地形变了 你没有办法知道 它原本是怎么样子 你没有办法猜到 伊甸园在哪里 你如果用原来 这个河的名字 去找的话 就是给你找到对的河 那河的位置 已经走位了 你不会看到 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没有办法 知道伊甸园在哪里 但是这四条河 从伊甸园 你流出来 所以 这四条河 有简单来说 你回去看的时候 这四条河流出来的时候 它有流过 有黄金的地方 它流过这古石 就是埃及那一带 文明的地方 它流过亚述 是一个military 很大的军队的地方 它影响了经济 它影响了文明 它影响了民族 它影响了政治版图 这四条河 不单单只是留在教会里面 这四条河是流到外面 列国去 从这第一章里面 这一章里面 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一样的事情 神给我们的产业 不是在教会罢了 圣灵的河 不是在教会里面 跳跳歌 唱唱歌 挥挥军旗 吹下号角 就结束了的 不是 圣灵的河在教会里面 要流到外面去 要因为上帝 把这继承产业的人 设立为你 你不是祭司 只是住在教会里面 你不是立位人 什么的工也不干的 你是职场的 神把你放在 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神把你放在这个全世界去影响经济 文明 民主和政治版图 但是问题要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成为亚当 在伊甸园里面 修理伊甸园以外 还有一个东西他必须要做的 他需要看守 这个圣灵江河的流动 如果那个地方脏了 堵塞了 上游一关闭了 下游就不成河了 上游的水如果被堵塞 下游就没有水了 只要上游在伊甸园里面 是舒畅的 是神的灵能够动工的 整个的世界就会不一样了 一个复兴的教会 一个真的有圣灵动工的教会 它会影响城市 会影响整个国家 这关键是在那里 关键就是这个教会 不要以为圣灵的动工 只是在教会里面 如果教会以为 圣灵的动工 只是让我们倒下来 感受到被Lactify 被圣灵充满一下 然后什么就没有了 自然的然 我们就没有看守好这个江河 以至于这个江河 只停留在教会 周六的晚上 或者礼拜天早上 然后过后呢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都没有东西发生 如果我们能够让这个河 涌流出去的话 这个河都影响全世界 在我20 我刚才给你们看过 那个时间表 在我2009年的时候 应该说2006年 我开始双语堂 2007年 I'm struggle 做得很辛苦 然后呢 我就寻求神 2008年慢慢的 我感受到圣灵的大能 在我身上 开始整个教会 开始有起步的时候 2009年之前 神开始 2009年的时候 神就开始说 我要你出去 我跟神说神 不要开玩笑嘛 我好不容易 才从中文堂出来 开了一个堂会 2006年 那时候要跟魏林他们道别 真的是日子不好过 你知道我当时候在 文圣啊 魏林他们全部 全部都是在中文堂的 那个时候 那他们都是敬拜团 然后我跟他们说 我要走了 我要去双语堂了 每个人就笑 同一个建筑 有什么地方好走 事实不是的 当你开始新的工作的时候 你要把心 转去别的地方 就是把我的心 从你们身上刮出来 就是一个最大的痛苦 他们不相信 整龙他们都不相信 他们笑 不可能的 等到时间到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看见了 天文牧师 已经没有再把心 放在他们身上 必须要把心 放在别的东西上 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痛苦 对他们说 也是痛苦 刚刚才把心 放在一个新的堂会 才两年到三年时候 神跟我说 你要去做宣教 我跟神说 神不要开玩笑 这是我的心 不是我的心脏 没有那么有力 能够一直在瓜分 我完全的拒绝 比上次拒绝的 更加刺激 之前神要我 开始堂会的时候 2004年 年终的时候 文化牧师跟我谈 我跟他拒绝 拒绝了一年多 你可以知道吗 所以我2004年 2005年还是说No 但是2006年 我必须谦卑下来 我终于开了这堂会 那个心是不容易 刚刚才复合 有点像是刚生 我还一直又要再生多一次 你觉得吗 开刀生 不是那么开玩笑的 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只能够用这个来 形容我的走过的 我跟神说 才刚刚才出来 又要我再出去 No king 但是神用他的方法 迫使我必须要去宣教 我必须臣服再来 2009年的时候 我开始走 走了一个 才去到一个宣教地方之后 不到两个月 不到一个月 神说 我不要你只去一个地方宣教 我要你去两个地方宣教 我真的闹了 我真的是踢了 踢地上了 我说不要 不要 要分寸 不可以这样子 神直接来到我的家门口 对不起 来到我的客厅里面 跟我说 Let me set your pace Not you set my pace 神真的责备我 而我真正的才 走上的宣教路 我用这个例子跟你说 然后神 然后那是2009 2010年 然后2010年的时候 神说 我不当要你做宣教 我要你推动国家祷告 我跟主说 主 我是你的普通 也不用 不用什么 这只马也不用 骑着太粗 不要这么出力 骑着皮马 但是我告诉你 每一次神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只能顺服 到最后我才发现 其实是我一直在拦阻 圣灵的河流 流到外面去 我以为圣灵和流 者留在 我们双鱼汤 你爱我 我爱你 就可以了 只要双鱼汤 我们人数增加 就很开心了 我们团 你知道吗 以前我做中文汤 我就是注重小组 只要小组 是分子多人 分子多人 我就觉得很OK了的 但神说 No 你让这样的菜 用在这个地方浪费了 他就是一直推我 向外 向外 其实到现在 我才明白 因为我就是那个拦阻 圣灵河流流出去的那个人 直到我顺服的时候 圣灵的河流 他才能够流到 影响的经济 文明 民族 政治 只有到我 允许圣灵河流 自由引起 涌流才会发生 但问题是 我这个继承 继承产业的儿子 却不明白神的心意 你我必须今天要离开管家 离开师父的位置 成为儿子 你必须要认识 你儿子的工作是什么 你的工作就是要确保 要想办法让圣灵的河流 涌流 我的工作 你的工作 我们每个的工作 就是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可以多悔改 我们可以多祷告 总的意思是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圣灵 我要配合你到一个地步 你圣灵的河流涌流 在教会里面 就这么简单 做基督徒来教会的工作 就这么简单 但是我只要做得到 让圣灵动工的时候 教会就不再一样 人就渴慕神了 也就是说 你来聚会的时候 如果你说 主啊今天我要圣灵河流 江河涌流的话 我来教会之前 我花时间悔改 我花时间进外 花时间祷告 我一聚会祷告 所以周六早上的祷告 亲爱的用紙面 我们真的是在挖井 真的是推那个河流在走 不要心里想 牧师祷告就可以了 你知道我们星期六都辛苦 我们真的要付代价 让河流 然后呢 万一圣灵没有动的话 谁的责任 就是那个职责 就是看守的人 我们你我都是 我要告诉你一样事情 你是不是牧师 当教会有没有圣灵动工的时候 你有责任 不管你是不是牧师 圣灵有没有动工 你有责任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你不能说我是小孩子 让管家去负责 然后永远你是小孩子 你要继承产业 你要拿起责任 责任是要拿代价 你要出来的 你要付代价 你要抛下的 你要抛下很多东西 然后呢 位置 地理位置就是这个教会 这就是上帝量给你的 亲爱的用紙妹们 说到这里的时候 神真的亲自 把这个江河 留给我们每个人 继续回到 最后我要讲这个部分 今天师母交代 不要讲道太长 好让大家能够享用茶点 但是我要回来一个重题 就是 49岁的遗憾 回到这个题目 你会觉得 为什么牧师 你讲了这个 好像只讲一点 就这样停下来 我真正感觉到 有一些事情 我不知道今天晚上的 信许是对谁说 我不知道今天晚上的 信许 是对多少个人说话 但是我就按真的感动 释放出来 求神自己对你说话 没有属灵的父亲 就不会有属灵的儿子 我对我自己说 49岁的时候 我要说这句话 在大家的面前 我今天要学习 要成为属灵的父亲 不只要成为一个 属灵的父亲 一个仆人 一个管家 一个老师 一个战士 我可以自己打仗 我可以自己想办法 但是如果不是个属灵的父亲 绝对不能够有属灵的儿子 那好吧 每个人就心想 那好啊牧师 你做属灵父亲 我每个人做你属灵的儿子 可以吗 不是 你认为每个人都自然会成为别人的属灵的儿子吗 事实是绝对不是 你认为 神的国只能够有个属灵父亲吗 有一些人 你根本不一定是成为我属灵的儿子 你自己本身要起来成为一个属灵父亲 圣经里面最出名的 个案 属灵父亲属灵儿子的 个案我要说的 除了这个管家的事情里面 我要讲的就是 大卫和扫罗 扫罗王和大卫 大家都知道扫罗王和大卫的故事 Amen 知道啊 听过这个故事 如果没听过的话 记得回去看《撒蒙尔记》上 第十八章 不会很难读 很精彩的 都是追来追去的故事 但是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必须要说 是有很棒的功课 首先我们先从一首歌开始 不是要你唱的 只是要你去感受到 这首歌在以色列 曾经流行过 流行到菲利斯人中间 唱起来好听 但是歌词里面的人 过的日子很不好过 叫做妇人舞蹈唱和 对不起啊 这个店有点点的问题 可能要帮忙一下 看看一下 怎么能够解决这问题 妇人 中妇女跳舞蹈唱和说 扫罗 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所以很多人都不需要 这个已经唱得出来 然后呢 扫罗甚发怒 不许也这话 就说 将万万归给大卫 千千归过 只剩下 王位 没有给他了 从这日起 扫罗就怒事 生气的意思 怒事 大卫 圣经里面出现了一个儿子和父亲的问题 扫罗就是这一个父亲 不是父亲 应该叫做岳父会比较好 他是一个王 但是他的将领 他所选到的 他说突然间这个黑马跑出来的就是大卫 大卫杀死了哥利亚 每个人都喜欢他 而且大卫身上有这个恩高 两个人都是神所恩高的王 弟兄姊妹们 同个时候 有两个神所恩高的王 但是这些妇女看得出 大卫的生命的恩高更加大 因为他被赐以万万的范围 而扫罗被赐以千的范围 扫罗只是千 只是大卫是万 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一定会有遇到 有人是千 有人是万 只要不要遇到老千就好了 遇到千 遇到万 但是 每一个人的恩赐 都是神所恩高的 Amen Hello Amen 你不管唱得好 唱得不好 不管谈得好 谈得不好 不然讲得好 讲得不好 对不起 我们暂时先格局在讲台上 接下来就是 你赚的钱多 赚的钱少 接下来的就是 你的财干多或者少 什么都好 每一个都是神所恩高的 Amen 你和我都是神所恩高的 范围不一样 不要紧 大小不要紧 都是神所恩高的 有一天 我会牧养到一个比我更有才华的人 当然我也会牧养到才华不比我好的人 但是这个算不了什么 但是问题是 扫罗呢 他对大卫 有看见 这个大卫的恩高比他更大的时候 范围更大的时候 他心里爆发了一种的嫉妒 因为他没有安全感 结果他一生能一直怀着这一个的嫉妒 直到他失去的那一天 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 他也是神所恩高的 但是他却活不下去 看到别人比他好 我服事里面有听过 有一些人这样子跟我说 让他们做 让他们做 他们做得比我更好 你会surprise 在年轻人当中 我听过这样的回应 在年长人 你有听过这样的回应 你要继承这个产业的第一个东西 其实你一定要认识 你是千或者你是万都不要紧 你是五千两 你不要紧 你是两千两 你不要紧 你是一千两 你不要紧 都是神所恩高的 如果你看到 别人比你好的话 你没有安全感 你心里不舒服的话 小心你走上了 一个扫罗这条路 我们不要觉得 当我们要进入这个 这一个寄承神 给我们产业的话 神粮给你多少 你就是这么多了的 你不要担心 不会有人夺气 就是有人比你好 不要紧 祝福他 感谢主 亲爱的那种姊妹们 我们一定要认识 这就是上帝给你的那一份 我看着我女儿弹钢琴 我心里在想 我这神人应该 没有办法弹得像他这样 但是我从来 没有一个礼拜 没有弹 他每次跟我说 不是这样子弹的 他想我只会这样子弹 但是我弹得很开心 听不懂的人 讲你弹得很好 听不懂的人讲 你弹得不好 那你要听谁讲的话 谁都不要听 你只要听主讲的话 快乐 在我们生命里面 如果我要继承 我生命中的产业 我不管我有多少恩赐 我不管我有多少 我一定要拿出来给神用 Amen 然后扫罗也是很多动作 扫罗认为 如果他允许大卫 进入到他的恩高 势力的范围内 自己的势力恩高 就会被受到威胁和损害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想呢 因为他的观念就是 一个山只有一头老腑罢了 一山不容二腑 所以他觉得 他的能力范围 就是第一位 王位只有一个罢了 如果大卫很好 迟早他一定会做王 那我就没有王可以做 他想都没有想到 可以有两个王 其实很多历史里面可以 一个时候有两个王 一个市政王 很多都可以的 但他没有想到 他只想到 他会影响我的范围 而因此他起来 跟他竞争 认为他是他王位的竞争对手 而且他开始灌输他的儿子 说耶拿丹 耶拿丹 如果他起来的话 你就不会做王 耶拿丹说 那又怎么样 我是宰相 我知道我是宰相的菜 我知道我是宰相的料来的 我是一个宰相的料来的 我可以做他的宰相 但是少了不是这样想 多少人你认为 你要不是最大 要不然就什么都不是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你会错失你的命定 因为你不是神呼召做第一 你是神呼召做第二 你原本可以好好做第二 但是你就是因为 做不到第一 结果你就把你的成盘 的命定丢掉了 今天我要进入我的命定 我一定要诚诚诚诚诚诚诚的 知道一样事情是 Is this ok? 不管我多elegant 几会说话 或者我不会说话 不管我几大胆 或者几害羞 不管我是 别人罪我 或者别人没有罪我 不要紧 神国里面 不管你是怎样 都是神所恩高的 跟他们说 你都是神所恩高的 好不好 这教会不只是一个讲言 我希望更多人会讲道 起来讲道 但是我要给我听一次你讲道 当有栽培的话 我渴望看到更多人 就是参与 更多的参与 然后更多的分享 我知道你可以了 我渴望更多人能够领敬拜 更多人能够来服事 你要签不要学习提神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恩高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 但是我们当中没有对手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当中没有对手呢 没有竞争对手 因为这个身体是很多的 很多功能 他没有意识到 扫罗密意识到 他其实可以享受王位的当儿 同时让大卫在他的范围里面 充分发挥功用 你知道大卫去到哪里 每个人喜欢大卫呢 因为大卫管东西很厉害 第二 大卫争战 每次都是赢的 他率领每个人出去 整个国家合一在一起 其实扫罗已经可以过了一个什么 很轻松的王 而且得到所有的荣耀 但是做公司大卫 他可以 但是他心里面 却过不到他自己的那一关 我不会跟他比较 谁比较抢镜头的 因为他有他的可爱 是我没有的 我不会因为他这样可爱 我就不要做牧师了 不会的 因为他有他的份 我有我的份 他如果我担保 如果他站在这里的话 你们会在接下来十分钟 只看他没有看我 我可以有这个把握 这种事情会发生 这就是小孩子的厉害 你们不知道的 我牧师我知道这一点 所以通常让小孩子表演完 我才上来 因为我先上来 他们过后上来的话 我就别比完了 因为我不是扫罗 我是大卫 你不是扫罗 你是大卫 跟旁边人说 你不是扫罗 你是大卫 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不知道神在对谁说话 但是神正在释放我们当中的人 不管你恩是多或者少 强或者弱 影响力范围大或者小 都是神所恩高的 Amen 如果扫罗对自己的身份有安全感 他本来就可以生出一个 比他领域更宽大的年轻人 但是他错过了一次 令人兴奋属灵父亲的绝佳机会 想想下 把这个故事转过来 想如果扫罗当时候是很nice的 很友善 想想下 扫罗跟大卫说 你真的是太棒了 在每个人面前抬举他 去到那里带着他 然后叫军队陪着他 然后把王位早点让给他 然后他过快乐的生活 你想 这日子是不是很好过 可惜马拉丁没有做到这点 因为这是最好的一个教训 我们错过 他错过了 扫罗也错过了 其实当时候 当我们把东西弄一下的话 事情就不一样 今天的教会里面 我深深的感受到一样事情 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对手 没有竞争者 跟你旁边说我没有跟你竞争 跟你旁边说我没有跟你竞争 转后面看下 肯定竞争者是后面不是前面的 跟旁边说我们没有竞争者 你不是我的竞争者 但是希望今天的信息短而甜 我渴望 我不单单只是一个管家在这教会里面 我渴望很快的 我能够看见 我把这个继承权的这个title分给每一个 让你进入你的命定 让你在你自己的伊甸园里面做你的工作 让你神的灵带领你去到更远更远的一个地方 所以神预定的时间已经到了 是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继承人 我们要在一起读这个三个 第一个是位置一起说 位置 你要认识神给了你什么 第二工作一起说 神使他修理 就是put in order 第三就是责任 一起说责任 神的工作要你看守 今天我们不是在谈恩赐大小 也许今天在我们当中 要从另外一个更深的角度来看 一个属灵的父亲 一个属灵孩子的成全 他会带神的国里面建立何等大的事情 为我祷告 我渴望成为一个真正好的属灵的父亲 我渴望 四十九岁过后的开始 我不单单只是个忙着做工的仆人 打仗的战士 教导的老师 或者 还是什么 我忘记了 最后一个什么 管家 管来管去的管家 但是牧师好像看起来不大像管家 我比较少爱管 我祷告主一样事情 让我成为一个 能够把你抬起来 能够把你带到身边 能够帮助你进入你命定的 一个的父亲 好让你能够继承天赋给你的产业 好让你能够进入这个继承神国这个产业 我们来结束 我们来唱首诗歌 我的生命献给你 敬拜团 福到 watering 年轻洗 所有人的孤明 Wood D 世界 所以 清白 符 把你 圣上生命 给最爱你的耶稣 完全胜负 完全相复 与你恩典 使我的一世奉利 你的选择没有怀疑 我的生命献给你 陪着释迦跟随你 我愿你的荣耀 藏现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生命 耶稣我爱你 醒了你跟随你 我的生命献给你 每期时间跟随你 愿你的荣耀 掌描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生命 哦耶稣我爱你 喜乐你跟随你 祝给我 赐给我 属于你的梦想 带下你 国土如在天上 赐给我 奔跑不见的力量 如影展翅上的翱翔 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 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 赐给我奔跑不见的力量 如影展翅上的老乡 我的生命先给你 推起施加跟随你 愿你的荣耀 展现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生命 噢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噢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噢耶稣我爱你 喜乐地跟随你 是的主耶说我们今天 要再次的把我们生命 献在你的面前 不是只是因为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爱你 但是主啊 你要我们生命来继承 主你为我们所赐下的命定 不单单只是爱你 但是我祷告主啊 我愿意服侍你 我愿意做主 你让我做 我愿意你完成 主你呼召我去完成 神啊 作祷告 不管我是在 我们是在哪一个岗位 哪一个范围 我要看见圣灵你来动工 我要看到圣灵你自由的运行 我要看到圣灵主啊 你在我的生命里面 主的荣耀的彰显 不管我的恩赐大或少 主啊 我不管我的恩赐显明 或者隐藏 但主耶稣我祷告 我要结晶定睛在你身上 今天晚上这时间 祝福所有弟兄姊妹们 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主啊 领受上帝 你给我们的神国的产业 领受主 你赐给我们神国里的产业 哈零亚 愿主你亲自赐福 祝福我们每个人 奉靠耶稣 今天名字我们祷告 Amen 哈零亚 再次将荣耀归给耶稣 使耶稣敬礼我们产业 classYoYo 기다리的 Quadो 比赛 用 绿 toward 军 詞曲 李宗盛